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静门地垫的风水作用 一 静门地垫防止灰尘 外面浑浊的空气加上恶劣的尘土飞扬 是不可避免的 尤其是劳累的一天回到家中 在静门处跺跺脚 能够减少鞋子上的很多灰尘 二 静门地垫除去灰尘 静门的地方也是讲究的风水的 外面一般是灰气聚集地 说不准在什么地方就会灰气缠身 静门之前在红色地毯上踩一踩 能够减轻灰气 因为红色是减轻霉运的有效法宝 三 静门地垫让事业高升 静门地垫一般适合选择红色的 因为红色是吉祥如意的代名词 代表事业高升的好兆头 四 静门地垫裁掉小人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上 都有很多的小人得志 让自己所有的辛苦辅助东流 这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家中选择一个喜庆的地垫 能够有效地防止小人得志 保证家人裁员滚滚 二 入户门地垫风势讲究 一 必须放在门外 入户门应该摆放在门外 这样鞋底踩踏脱的污秽之气会去除 因此入户门地垫应该放在大门之外 以免将晦气带进室内 二 根据五行选色 入户门的垫在风水上 有很大的学问 可以用来摧彩画沙 秘诀在于对入户门地垫的颜色 每个家居大门的方位 都有一个独特的气场 这个气场就是五行的气场 因此在五行的方位气场上 地毯应该根据大门进行选色 若大门方位在东 东属木为绿色 因此大门口地毯的颜色 如果大门的方位在东面 东面属应该选择绿色 大门方位在南 属火代表红色 大门方位在西 属金代表金黄色 若大门方位在北 属水 因此大门口地毯的颜色 应该选择淡蓝色 三 入户门地点即污汇 入户门地点作为 进入家门的第一道门 从风水上来看 大门外的地点不能长期不清晰 因为地点摆放在大门外的作用 就是方便将脚下的尘土去除 减少外面不良的气场进入室内 若地毯又脏又破 不仅不能去除尘土 并且还会将坏的气场带进室内 三 门店的选择 一 大门开在西北方 为前卫开门 代表家中的男主人或生肖属猪 属狗人士的丰盛为 此方有五行属金 故开云颜色即为金色 使用金色有金钱图案的门店 可催旺家庭或代表人物的好运 二 大门开在西南方 为昆卫开门 代表家中的女主人或生肖属羊 属猴人士的丰盛为 此方有五行属土 故开云颜色即为土色 使用土色有山形图案的门店 可催旺家庭或代表人物的好运 三 大门开在正南方 为黎卫开门 代表家中的二女儿 或生肖属猫人士的丰盛为 此方有五行属猴 故开云颜色即为红色 使用红色有火焰图案的门店 可催旺家庭或代表人物的好运 四 大门开在正东方 为正位开门 代表家中的长子 或生肖属图人士的丰盛为 此方有五行属猴 故开云颜色即为绿色 使用绿色有大属图案的门店 可催旺家庭或代表人物的好运 五 大门开在东北方 为耿卫开门 代表家中的小儿子 或生肖属牛 属虎人士的丰盛为 此方有五行属土 故开云颜色即为土色 使用土色有山形图案的门店 可催旺家庭或代表人物的好运 六 大门开在正北方 为侃卫开门 代表家中的二儿子 或生肖属鼠人士的丰盛为 此方有五行属水 故开云颜色即为蓝色 使用蓝色有海浪图案的门店 可催旺家庭或代表人物的好运 七 大门开在正西方 为对位开门 代表家中的小女儿 或生肖属鸡人士的丰盛为 此方为五行属金 故开云颜色即为金色 使用金色有金钱图案的门店 可催旺家庭或代表人物的好运 八 大门开在东南方 为逊位开门 代表家中的长女 或生肖属龙属蛇人士的丰盛为 此方为五行属木 故开云颜色即为绿色 使用绿色有大树图案的门店 可催旺家庭或代表人物的好运 九 厕所门地店的选择 在家居风水中 洗手间是污秽之地 是一家风水的雄味 此地为恶水漏财之地 往往影响家中人的健康和财运 特别是洗手间 厕所门正对床或者客厅 情况更为恶劣 此处必须使用绿色大树图案的门店方可化解 因为绿色代表健康 清洁 大树可以吸收厕所的污秽之气和水汽化为养料 十 厨房门特店的选择 在家居风水中 厨房是家中生财造神之地 自古以来拜的造王爷神位 其实就在家中厨房 如果开门建造厨房 风水有言开门建造 钱财损耗 故此方为推荐使用土色山形门店 因为山代表财 山翼可以挡住钱财不外流 故使用这样的地点 有助于厨房生财不漏财 十一 卧室门地店的选择 卧室是家人安息睡觉之所 是一个人最放松 磁场最弱的时候 卧室门就像守护着我们的最后一道屏障 家人经过一夜的休息和好的睡眠 才能有经历更好的工作和生活 那么使用红色火焰图案的门店 可以阻挡阴气和邪气 从卧室门进入卧室 因为红色是无形中最具有正能量的 火焰也有着画杀辟邪的功效 四 门店下面放什么风是好 一 五地钱 将五地钱放在门口的店下 有趋财旺财的作用 除助偏财之外 对正财也有帮助 所以做生意的商人 也安放五地钱在公司或家中门上 对于想要事业有所成功的人 更具注意 二 铜钱 门口的店下方铜钱也可以招财 财神最喜欢铜钱 铜钱从古至今都作为财富 幸运的象征 铜币的圆形代表着天 内部的四边形代表着地 钱币上课的地号表征着人 一件物品中就积聚了天地人三财 是力量很深的风税物 尤其是国力强大时的铜币 最吸引财神 在风税中也最具有镇宅旺财的作用 三 硬币 家里木有五地钱或者铜钱的话 可以在门口的店下硬币 也是可以起到招财旺财风水效果的 不同数量的硬币 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可以摆放六个 七个 八个或者九个硬币在地点下面 如果家中有做官的官员 那么可以在门下压七个铜钱 如果家中是做生意的 那么可以压八个 如果家中有人生病或者运气不好 那么可以压六个 五 入户门店什么图案吉利 一 PVC红色塑料的店 风税主张开门红 所以一般做生意的人 比较在意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追求 这款红色的地点 也比较深的客人的欢迎 进门出的红色的店 一进门就浮信满满 上面的文字有各种好几个各样的 欢迎光临 出入平安 吉祥如意等等 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款 PVC红色塑料材质比较防华 为了家人的健康也要考虑一下吧 二 优质熔毯的店 这是一种比较舒适的熔毯的店 手感厚实不掉毛 不退闪 脚踩上去乱绵绵的 吸水效果极好 也防止家里瓷砖或者地板难擦洗了 还能有效的拮据满虫的问题 采用圆形的图案 在风水学说上是缓解家里风水尖锐的问题 耐擦 耐才是它最独特的优点 三 经典复古铜钱印花 铜钱是我们古时候的货币 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铜钱的形状 再加上红色的搭配 象征着红红火火 财运滚滚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事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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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